既恭活佛慈悲要提升自己的心境 光寿明师一指点就想成道吗? 光来佛堂看热闹就能成佛吗? 想想名为一贯道 同道之间都不能一贯了 将来你们是不是能回礼天? 回师真的很担忧 在礼天每位先佛都是明理 透理一理而归的 如果还有分别心 那是无法入礼天的个 如果徒儿明白 云云佛子借有其道 就是人人自信佛那为师想 徒儿应该就不敢放佛了吧 今天为师点徒儿的玄关 不是要让徒儿应得道而功高 而去藐视为寿明师一指的人或神 为师有很多徒儿 都是因为太功高了 最后并没有回到礼天 反而堕落阿修罗道和三恶道 失去真修的机会为师很痛心 徒儿要明白修道是靠自己参悟 观照本心而成就的 绝不是随便用嘴巴说说 为师就能带你回天 如果徒儿罪业为瀟三毒为灭恐怕 为师也难带徒儿回天啊 修道不是为了为师而修 是为徒儿你们自己的会命而修 懂吗 为师期盼每个徒儿 都能尊重每个道场 尊重每个人 尊重每个宗教 那才是为师的好徒儿 老母的好子女 十条大院要好好复习 把它记起来 而且要知道意思 这样才会有所得 不然光寿明师一指点 就想成道可能吗 来佛堂看热闹就能成佛吗 要去实行去修 不要恍恍惚惚度日 那对你们有什么意思 要好好去研究 然后修几度人 修身律及广度有缘 不要独善其身 有心办道不是光办外在的 也要修养内在外功内得 要兼修还要行功利得 度别人之前要先度自己 度人不能说 我要到那里去开法会 因为道的关系 才能化掉我的灾结 先要明理要以真理去度人 不要用显化去度人 人家会认为你迷信 要知道唯有自己不乱 摩财不能饶也 你们替上天办事 是你们自己心甘情愿的 虽然辛苦一点也要办得最好 我们既然有心 替上天办事就要团结 团结才有力量 要把最好的拿出来 有意见要提出来 大家互相讨论来改进 所以就要要求自己好 修道就要有摩擦才会光亮 那么你们为什么会怕 有错就要改而且要马上改 这样才会进步 大家都是兄弟姐妹 所以要互相关怀 互相帮助互相爱护 办到太习惯了变成拘泥形象 没有自己去反省自己 为师经常提醒你们 要提升自己的心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